大家好 我是奥雷 首先恭喜RNG独冠 今天带来世界奇妙物语系列的第32期 少年 开场 小苍与九岁男孩亮亮擦肩而过 还没走多远 小苍就听到后方传来撞击声 原来是亮亮遇到了车祸 很快路人就叫来了救护车 将亮亮送到了医院 索性亮亮问题不大 一段时间后就恢复了意识 医生想联系亮亮的家人 亮亮听后便爆出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护士根据亮亮提供的信息打了过去 并说明了亮亮的情况 结果对方根本不认识亮亮 并且他家的孩子已经去世了很久 因此根本不存在刚刚遇上车祸的情况 那么这个亮亮究竟是谁 一天 小苍接到了某人用医院坐机打来的电话 而打电话的人正是那个神秘少年亮亮 亮亮没说任何话 听到小苍的声音后就立即挂上了电话 护士找到亮亮后再次问起了他的个人信息 这次亮亮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某天公司领导突然找到了小苍 说帮小苍物色好了优秀对象 叫小苍有时间去相个亲 毕竟他年纪不小了 见到小苍不愿意 领导便问道 你是不是有男友了 小苍默默点头 下班后小苍再次见到了亮亮 虽然觉得亮亮有些奇怪 但他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从这以后 亮亮经常出现在小苍身边 去到哪都能发现亮亮的身影 由于亮亮伸手太快 所以小苍即使想问他所为何事也问不到 某天小苍再次发现了亮亮 原来亮亮是专程来送东西的 刚才小苍购物完毕后忘记将东西拿走 本想拿到东西就走人 但现在雨太大了 所以小苍不忍心亮亮就这么淋雨 于是便把亮亮带到了家里 虽然亮亮已经出院 但手上的撞伤并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还是得爆炸 亮亮偶然间发现了小苍和男友的合影 于是随口问了一下 小苍没有回避承认那是他的男友 就在小苍离开客厅时 亮亮却突然起身翻他的东西 并且指示了两次 就轻松打开了小苍的手机 不管壁纸还是相册 里面全是小苍和男友的合影 这个亮亮究竟在密谋些什么呢 就在亮亮准备离去时 小苍注意到了他绑携带的方式 他的绑携带方式和男友一模一样 男友当初说过 这样绑会比较紧不容易掉 次日下班回家的小苍再次见到了亮亮 原来亮亮在他家门口等他 只是为了还雨伞而已 本想就这样道别 结果亮亮的肚子却在此时叫了起来 小苍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便把亮亮带进来吃饭 亮亮称赞小苍手艺好 结果小苍却愣了一下 因为亮亮叫出了小苍的名字 随后亮亮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看到亮亮不愿意谈起父母 小苍猜测他可能是离家出走了 原来亮亮只是个普通的孩子 看样子是自己想多了 饭后 亮亮突然捧起了男友最爱的杯子 这让小苍一时间有些失态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这点 紧接着杯子被亮亮给摔碎了 这下小苍心痛不已 但亮亮却说一切都回不去了 并指出了小苍没有男友的事实 还说男友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再留着他的杯子 手机密码用他的生日 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下小苍震惊了 这个小还是怪物吧 但他称呼我的方式 怎么和男友一样 很快亮亮就离开了这里 某天小苍来到了男友家 并回起了二人的往事 十一年前的一天 男友拿到了某证券公司的内定席位 因此要叫到大阪去 小苍却因为男友没有提前将此事告知给他 显得有些生气 男友以为小苍真的生气了 于是赶紧骑车准备去向他道歉 结果在路上遇到了车祸 男友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小苍 友母知道小苍这些年来过得并不开心 因此委婉的告诉小苍 叫他抓紧时间寻找新的幸福 聊着聊着 友母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接到的某个电话 有个在医院住院的九岁男孩 自称自己是男友 还爆出了这里的电话 听到这里小苍瞬间明白了 于是他立刻开始寻找亮亮 结果找了很久都一无所获 就在他准备放弃之时 亮亮终于现身了 原来男友的灵魂因为片头的意外 而进入到了亮亮的身体 并且亮亮的记忆他也有 因此可以随意切换 连续问了几个问题 亮亮都答得出来 因此他说的的确是真的 后面就是一段很长的真情告白 小苍曾经说过 每年只能回一次家 因为距离太远了 而每天都能见面的话 距离又太近 一个月见一次的距离就刚好 因此男友才会选择距离适中的大阪 小苍这才知道 男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没想到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 男友却又变成九岁 本以为以后还能见面 谁知男友却说不行 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了多久 他的记忆就会彻底消失 到时候亮亮也会恢复正常 这些年来 小苍每时每刻都在撕裂男友 因为他放不下 同时也因此耽误了自己的幸福 男友很不希望他继续这样 看到小苍过得好 男友才能安心 小苍答应男友 以后会好好的生活 不会再沉浸在悲伤之中 后来小苍也遇到过亮亮 但亮亮身上已经没有了男友的影子 以后小苍也会坦然面对这一切 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520和妻子怎样庆祝呢 唉 说起这个脚就痛 昨天早上9点去监督装修进度 本来是可以勉强弄完的 结果最后出了点状况 因此还得等到星期四 他们才会过来收尾 由于是在装修中 所以环境比较差 并且也没有什么做的地方 午饭也是点的外卖 一天基本上都是站着度过的 天黑后还要帮忙用手机照明 直到晚上8点才去吃的饭 回来后就直接洗洗睡了 一天都没碰电脑 今年早上才补完的RNG比赛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